古代的守灵宫女究竟有多惨 为何他们宁愿殉葬 也不愿意去守灵呢 守灵的宫女每天的工作是什么 说起古代的殉葬制度 我们都是深恶痛绝的 这种陋习持续了上千年之久 好在如今这种陋习已经被抛弃 对我们来说 可谓是一个好消息 但对于古人来说 却是一个无比可怕的折磨 但就是这样可怕的一件事 古代的宫女却也非常愿意 毕竟在殉葬之后 更可怕的其实是守灵 我们印象中的守灵人 无外乎就是巡逻看管 防止有盗墓贼袭扰灵园 但古代的守灵规矩可不一样 古人一般都比较迷信 所以他们认为 人在死后其实是有灵魂存在的 所以很多帝王的墓葬中 我们都能看到有封锁七窍的玉塞 这些东西就是古人用来防止 死人灵魂消散的器具 虽然如今看起来非常可笑 但古人却深信不疑 甚至在帝王死后 还要和平常一样生活 首先要准备的就是守灵女 这些女子大多数都是宫里的宫女 他们在皇帝在世时 就有伺候皇帝饮食起居的任务 而当皇上死后 他们也要一同进入灵墓中 首先最基础的 就是要打扫卫生 保持灵墓中一尘不染 其次 还要为死去的皇帝准备一日三餐 古人认为 灵魂也是要吃饭的 所以在灵墓中做饭 是为了让皇帝的灵魂享用 并且平时的祭品和点心 都样样不能少 最离谱的是 还要给死去的皇帝定期清理身体 每天晚上还要铺床 这对宫女的心理素质要求是非常高的 一些胆小的 常常在半夜都会被吓到睡不着觉 毕竟照顾一具尸体 还是要莫大勇气的 但有人就认为 这比起殉葬简直是小儿科 毕竟不用去死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对于守灵宫女来说 他们并没有选择的权利 毕竟在古代 仆人就是主人的奴隶 有些朝代 主人生死后 作为个人财产的奴隶 也是要跟着主人一起死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现代专家对殉葬制度 生物痛绝的原因 在众多的守灵宫女中 几乎没有人是自怨的 虽然按照我们的眼光来看 直接殉葬死去 还不如留着命伺候一个死人 但你想象一下 在暗无天日的灵墓中 天天伺候一个死去的皇帝 周围不时还有阴风吹过 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而且这个工作可不是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 所有的守灵宫女 都要一辈子居住在皇陵中 照顾一个死人 他们也可以正常地休息吃饭 甚至是休息 但期间的心理折磨 却是无穷无尽的 那么他们的待遇怎样呢 为何古代的宫女宁愿殉葬 也不愿意去守灵呢 古代守灵宫女的下场 究竟有多惨 根据一些仅有的文献记载 入皇陵的宫女 都可以为家中免去三代的税收 这在古代来说 可谓是天大的恩赐 但就算这样 他们也不情愿 这期间不是没有人想过自杀 但自杀的后果是可怕的 守灵宫女一旦自杀 那么她的家族就会被满门抄斩 而逃跑也是一样的后果 所以一提起守灵 宫女们全都为之色变 而关于守灵制度的创始人 学术界也众说纷纭 但比靠谱的说法 就是汉朝皇后吕智 在汉高祖刘邦死后 吕智变得越来越残暴 先是处理了心腹大患妻妇人 随后又将刘邦生前的宠妃 全部关进了皇陵中 美名其约守灵 但这些人的下场都可以遇见 那就是活生生老死在皇陵中 相比于直接死亡的殉葬 守灵工作可谓是好伤不少 但为何古代宫女宁愿殉葬 也不愿意守灵呢 在吕智开创守灵制度后 众多贵族也纷纷效仿 其中比较出名的就有曹操 曹操虽然是三国时期的雄主 也是颇有剑术的军事家 但他也有一个毛病 那就是喜好美色 在曹操死之前 他就专门让人将灵目休的异常豪华 并且将一批宠妃送了进去 目的就是在自己死后继续享受 实在是荒诞 而这些守灵的宫女 不但要照顾死去皇帝的饮食起居 还要在死人面前跳舞 一般来说 古人并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 而观赏舞蹈就成为了 皇帝享乐的一种方法 一些皇帝在死后 守灵宫女也是要跳舞的 她们每天都要学习新的舞蹈 画上精致的妆容 在死去皇帝的踏前 为其翩翩起舞 可以想象 在阴森的夜晚 一群妆容精致的宫女 对着一个棺材翩翩起舞 而这也是为什么宫女 不愿意守灵的原因 这些女孩有的才十几岁 本该是花一样的年纪 就要在陵墓中慢慢老死 实在是让人惋惜 不过能够忍受这种环境的 毕竟还是少数 根据史记记载 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 就在往往窜汉后 被贬去为先帝守灵 按理说 像赵飞燕这种自强的女人 一般情况是不会将其打到的 但就是这样的人 在皇陵中仅仅待了一天不到 就在当天晚上选择了自杀 可想而知 守灵有多可怕 如果说殉葬是死刑 被人心的折磨可是非常大的 那么如果是你选择的话 你愿意去守灵吗